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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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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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油 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相信你 你先去睡一下吧 这里有我守着就行了 嗯 狗狗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哦 天啊 奇迹出现了 血竟然止住了 它活下来了 真了不起 受了那么重的伤 流了那么多血 竟然顽强地活了下来 是啊 这只狗真是坚强 我相信它以后 一定会很威风的 嗯 对了 你们要不要帮它取个名字呢 叫它什么好呢 我看 就叫它将军吧 希望它尽快恢复健康 然后像个将军一样 威风凛凛的 嗯 将军 好名字 将军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看来他也喜欢这个名字 吴先生 吴先生夫妻二人 经常去外地登山 而不在家 因此 他们实在 无法好好照顾将军 于是 便将将军送到了动物收容所 希望 能有好心人 来领养他 你们两位 放心吧 将军在这里 一定能找到 爱他的新主人的 将军 再见了 保重哦 这个动物收容所里的狗狗非常多 而且陆续都有狗被送进来这里 由于收容所无法容纳那么多只狗 因此 如果狗狗在这里待满三十天 却还没有人来领养的话 就会被送到更偏远的 另一处收容所 但由于那里过于偏僻 几乎没有人会去那个收容所 领养狗狗 等时间一到 狗狗最终的命运 就是被安乐死 最近来领养狗的人好少啊 我们这里的狗 越来越多了 是啊 有几只狗已经待满三十天了 如果今天再没有人来领养的话 就要将它们送走了 唉 如果它们被送到 那个偏远的收容所的话 被领养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我们的经费不足 养不了那么多狗啊 哎 那只叫将军的阿拉斯加犬 来这里多久了 应该有二十几天嘛 来收容所 领养狗狗的人 都没有人选择将军 将军在这里 已经待满三十天了 如果还没有人来领养的话 明天它就会被送走了 请大家看看有没有喜欢的狗啊 哎呀 好多狗啊 将军 过来 这只阿拉斯加犬 这只阿拉斯加犬名叫将军 你们看它怎么样啊 这只狗太大了 我想要养小只一点的 那你呢 喜欢这只阿拉斯加犬吗 它的头上好像有伤 我不要受过伤的狗 对不起啊将军 我帮不上你的忙 第二天 这是将军 留在收容所的最后一天了 如果没人来领养 那他将会被送走 将军 吃吧 这是你在这里的 最后一顿饭了 哎 今天一位领养者都没有 将军啊 你在这里只剩两个小时的时间了 好好享受吧 将军竟然将自己的食物 让给了另一只行动不便 裹着脚的小狗 而且还贴心地叼着饲料盆 让小狗能够轻松进食 这又爱又温馨的一幕 恰巧被一位刚走进来的领养者看见 那位领养者当下即决定要收养将军 天啊 好有爱心的一只狗哦 这只狗叫什么名字啊 它叫将军 嗯 将军 好名字 我想要领养他 从此将军有了新家 新主人一家人都非常的疼爱他 善良的将军用爱心为自己赢得幸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道就会好起来的 见到他们受困无助 我们怎么能置之不理呢 在赵先生的影响下 他的家人和周遭的朋友也渐渐开始学着互生放生 这一天 他住在乡下的父亲 看到一只小乌鸦 因为飞到马路上而被车撞到 那只小乌鸦伤得很重 它有一条腿断了 头滴滴地垂着 眼睛也张不开的样子 看起来奄奄一喜 因此赵先生的父亲急忙打电话 询问赵先生这该如何处理 哎呀 他的情况不妙啊 再这样下去会死掉的 阿良 我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乌鸦 情况有点糟 他的脚断了 该怎么办呢 爸 我看过很多脚有问题的鸟 一样活得很好 你先别放弃 帮他擦药包扎一下 我过几天就回去看看 嗯 好吧 我试试看吧 几天后 赵先生赶回乡下的老家 当他回家后 发现那只小乌鸦腿上的伤 已经完全好了 但却从此成了一只脖脚鸟 老爸 你看 我说的没错吧 它会好起来的 是啊 没想到它恢复得这么快 短短几天伤口就好了 只是断了的那条腿没能保住 它现在只剩一只脚可以站了 没关系的 爸 我再带这只小乌鸦 去给兽医治疗 那样的话 它应该很快就能飞回天空的 也好 那你把它带回去吧 赵先生将小乌鸦 带回自己的住处后 便将自家院子里的小花铺 给围了起来 一方只野猫来吃了它 嗯 这样一来 野猫就跑不进来了 赵先生坐的围栏 上方并没有屋顶 因此 小乌鸦若是想要飞走的话 是随时都可以的 你要走 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 我绝不会拦你的 但是你要用飞的方式离开这里 这样才表示 你已经能够保护自己了 另外 我还有个请求 你想离开的时候 能不能让我看到 跟我打个招呼 这样我才知道 你是自己飞走了 而不是被其他动物给吃了 小乌鸦刚开始 只能飞三十公尊高 但是随着身体一天天的康复 它飞得越来越高了 看来它的体力一天比一天好了 我想过不了多久 它就能重回蓝天的 这一天下午 赵先生刚走进院子里时 就看见小乌鸦飞了起来 它飞过围栏 停在了墙上 朝着赵先生叫了两声后 便飞走了 哎呀 它已经能飞得这么高了 这样 它应该可以回到野外生活了 走吧 不过 你飞走后 希望你能回来一次 让我知道你活得很好 这样我才能放心 小乌鸦终于能自由自在地飞翔了 老爸原本以为它会死掉的 可是我们救活了它 更特别的是 它竟然把我的话听进去了 它是当着我的面飞走的 想想 这几率有多低 这围起来的花圃 是没有顶的 它爱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可它偏偏等我到了院子里才飞走 在小乌鸦飞走后的隔几天 它按照约定飞回来了 而且还在赵先生家停留了一晚 才再次飞走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对了 或许小乌鸦 小乌鸦 至少 至少回来一次让我看看 这样我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结果它真的飞回来了 没想到 乌鸦 乌鸦也会守信用啊 是啊 所以我常说 动物是听得懂人话的 你对它做的事它都明白的 是啊 将心比心 我们大家都应该善待那些小动物的 四个月后 赵先生又一次回到乡下老家 他父亲告诉他 那只被它们救起的小乌鸦 最近经常来看望它 阿良 你知道吗 之前我们救的那只小乌鸦 最近每天下午都会来看我 啊 这怎么可能啊 我住的地方离这里那么远 坐车都得花七个小时 那只博了脚的小乌鸦 怎么有办法飞这么远的路呢 爸 你不会是认错了吧 一开始我也不敢相信 但是那只小乌鸦 博着一只脚 所以我才能认出它来 而且我叫它的时候 它还会像以前那样看我呢 是吗 难道它真的回来了 不信的话 下午你和我一起在家等 看看是不是它好了 嗯 好啊 当天下午 那只小乌鸦果然又飞来了 它就站在赵先生父亲家门外 小乌鸦 小乌鸦依然还是用一只脚站着 但飞行时驾轻就手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阿良 你看 小乌鸦来了 是它 没错 真的是它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小乌鸦在赵先生父亲家 待了半小时左右 才又再次飞走 它每次来都会停留一阵子 等确定我有看到它之后 才会飞走 嗯 我想它是回来感谢你 当初救了它一命吧 或许吧 也许它是回到出生地来找它的家人 但不管怎么说 这只小乌鸦可真通人性啊 这货车上就只有我 在电波的路上行驶着 下车时才发现 这里的房子宽大干净 比起之前的破烂房子舒适多了 这里的食物营养好吃 比起之前的穷酸厨鱼好吃多了 这里的同伴活泼可爱 比起之前的孤独一人有趣多了 这里大师傅笑脸迎人 比起那离别时的泪水 更让人难忘 庆幸的是我逃离了被宰杀的命运 要不是我食量大 您或许会比较温饱 在这里我也度过了安逸的十个年头 您还时不时长途跋涉 带着年迈的我 一起散步聊天 谢谢您让我度过这幸福的童年 也希望您能幸福安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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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罗拉石窟 距离南印度奥兰卡巴城 约30公里 是印度最伟大的石窟群 也是印度石刻建筑的代表 1983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 爱罗拉石窟是西元五世纪至十世纪 由统治此地的哲鲁加王朝和拉什特拉库塔王朝所逐步开凿 34个石窟群依序排列在高深的玄武岩峭壁上 绵延于二公里 而佛教石窟共占十二座 这些紧紧相依 毫无中断间隙的遗迹 忠实地将古印度文明呈现在世人眼前 更体现历代王朝 耗费众多人力物力 兴建石刻神庙 来展现对佛陀的敬仰 在印度总共有你选择 这些两百个洞窟 有九百个洞窟跟那个佛教有关 有两百个是属于西纳教的 其他的一百个呢跟印度教有关 这个是公平总共460到48点 牌坠 日本国 heaven 北京都因为 日本和西纳探柠面 碰面 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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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饭 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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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走进埃罗拉石窟群中 慈悲的海涛法师引领信众逐一面读石窟群的巧夺天工 也在佛教石窟中礼拜庄严的佛陀造像 慈悲诗史甘露 虔诚礼拜传 慈悲史甘露 虔诚礼拜传 慈悲史甘露 虔诚礼拜传 埃罗拉石窟的佛教石窟 在石窟群中尤其别于其他宗教石窟的特色 朴素而庄严的凿迹使其风格独树一致 整体而言 佛教石窟群似乎比较重视内在的运作 而不是只有外在的形象 此外 埃罗拉石窟建筑群体现出的是 对于佛教的信心和永恒 如今才能历经千古 令佛弟子们叹为观止和踢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